好,講完這件事之後,我想講講現在香港和內地的疫情 其實現在搞什麼呢? 八千宗 之前一千宗、兩千宗、三千宗、四千宗就 衣蛙鬼叫,又要禁堂食、限聚令 你現在禁一份就八千,你不要過萬就麻煩了 如果香港過了萬,中共又去幾萬,那你怎麼搞呢? 你又要放寬,是不是? 你又要放寬,然後又疫情又爆 如果你敢爆,你也放寬的話 那就是躺平了,是不是? 對呀 咬什麼東西呢? 咬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用你以前的思維的話,疫情越來越提升 你就要更加收緊 是不是要禁堂食呢?那為什麼你不禁呢? 禁不行,禁也沒有用 那就共存了,香港人幾無辜 其他國家基本上是去年開始放寬 香港就足足熬了一整年 我們先說一下現在的疫情新聞 昨天這個流冰場戲院又變成主動查核 主動查核就是要給疫苗通行症,給你安心出行 那如果被動那些怎樣呢? 大家真是 你又未必敢博的 有市民可能敢博,有些可能不敢博 那你的經濟是怎樣回償呢? 但是你又回不了償,為什麼呢? 因為內地就開始爆疫 剛剛聯防聯控機制 昨天開記的招待會 說什麼呢?好東西,真的見了 不折不扣,科學精準落實疫情防控優化措施 持續整治層層加碼 上星期五公佈的優化防疫20條 是調整管控措施和全民檢測 不是放鬆放空 更加不是放開和躺平 其實你發現他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他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進一步提升防控科學性和精準性 那是怎樣呢? 不能夠層層加碼,也不能夠隨意加碼 其實就是說 你放寬又不行 收緊又不行 因為你收緊 你的經濟就死到暴動了 你看廣東省 如果昨天沒有聽節目的話 我會把很多影片放在Patreon裡面 這不是因為要吸引大家加入Patreon 而是 當然是想大家加入Patreon 而是不敢放Youtube 你看到廣東省很有型 又是那種 叫你老母的 很震撼 又唱歌又推鐵馬 你再收緊,越緊就越暴動了 你放寬 就爆了 那你怎麼搞呢? 所以香港現在就破了八千宗 其實就不知道怎麼搞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香港曾經搞過430疫情記者會? 430疫情記者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都不知道說了什麼 我都不知道說了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說的? 由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也忘記了 是不是說了幾年多兩年 都沒有人理會 有什麼意思呢? 你報個數字而已 你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什麼都做不到 我忘記了這個430宣梭機什麼時候開始了 但是你說回整個防疫 由2020年頭 最記得的 開始爆 李文良醫生事件 然後你不封關 香港爆第一回合 就是因為你不封關 然後醫護罷工說要封,搞不定 你不封 然後沒有口罩 你按了幾億 弄了一個同心口罩 接著疫苗 疫苗 然後沒有 國藥 不是,打這個科興 沒有第三其數據的 錯的 不是不行的 撐很遠的 很差的 谷針 接著599G 接著 禁堂食 是吧 下午中早禁夜晚堂食 無論得頂 是吧 然後當你禁堂食的時候 同一時間 幾十個團體是可以放寬的 可以免檢的 是吧 高層可以免檢 官員可以免檢 政府部門可以免檢 流洞 再爆第2回合第3回合第4回合 全部都是錯的 有問題 是吧 那你的430疫情會出來說什麼 有什麼可以說 我可以說 那香港經濟就算是死了 現在就開放回旅遊 香港就馬上 全部都沖 說大家看Facebook 看IG 這個又去了泰國 那個去了韓國 這個去了日本 有些去了歐洲 有些去了美國 傳走 奶茶傳走 齋啡傳走 永安好東西 永安在銅鑼灣開分店 永安 永安背後 當然厲害了 永安 有實力 有偉大祖國在背後 好了 這些團 行政總裁就這樣說 旅行團就按月增加八成 很厲害 按月增加八成 但是按月增加八成 都是19年的一成 你想想跌到多少 即是跌到只有幾個百分 旅行團 他希望下年的客量 就回到19年的七八成 他說只要沒有任何防疫限制 所以旅遊業才會完全灰火 他說聖誕元旦的外遊團已經爆了五成 爆了五成 香港人忍不住 怎麼撐 香港其實是一個旅遊之刀來的 但旅遊之刀不是 那些人去香港旅遊 是香港去外地旅遊 為什麼呢 因為壓力太大 生活成本太高 壓力太大 我認識很多朋友 兩三個月都要飛一飛 其實香港是很有錢的 再多上現在多了廉航之後 其實旅遊成本對他來說真的很便宜 可能他每個月 三、四萬、四、五萬 你可能沒有子女 你供樓 可能供一份婆婆一份 供一、兩萬 他每個月去一次都可以 千多元買一張機票 他都訂了 二、四、六、八十 全部訂了 幾千元買一張機票過去 吃東西 逛街 外國的東西又便宜 港元又貴 現在外國又便宜 今天兜圈 三天就回來 現在終於忍不住 全部都要外遊了 香港經濟會怎樣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先回覆一下網友 老高的垃圾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蠻好看的 Jacky說2012 2012的時候 那期的災難片 很有趣 那期的災難片很多都是賣去 要賣大陸市場 對上十幾年都要賣大陸市場 就會很堅強地加一些中國元素 如果沒有記錯 2012 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 2012是 一個混吉的 因為他又說一個馬雅語言 2012年世界末日 結果就沒有了 拍那條片 是完全跟馬雅語言沒有關係 基本上是借大紅衰來講 最後就要做一些人 人類就要合作做一些方舟 那個基地好像在香港 沒有記錯 好像在香港 很多的災難片 最後都是要靠中國 例如Gravity的太空站 又是中國太空站 Marshian的 最後的火箭 又是中國製造 我最記得 中國太空處長是霍元甲 做霍元甲那個我忘記了 好像死了 那個演員 沒有記錯 那期就要買這個大陸市場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全部都 現在整個中國電影市場 都死了 好繼續 看看 我還是想 要再想想 再想想 那麼難得開了 那麼難得開了 雖然也不是很多會員支持 但是也有嘛 對不對 那麼爛了又不是那麼好 讓我再想想 永安 拍攜程 其實背後都是 都是 中共的 所以那麼便宜 所以攜程的東西那麼便宜 但很好笑 攜程它改了名字 本來是C trip的 然後 可能免得這麼重 這個中共元素 就弄成Trip 這個媽媽 笑